最困難討論的我覺得是座位表 蛤? 他們兩個不能坐啊? 喔喔喔喔喔 他們兩個都太近了 類似這樣 比如說誰 比如說 就比較精彩 哇喔 其實還好耶 我現在還蠻期待 因為婚禮其實都是要 支持大家在 然後 保全媒介 所以一個一個一個花禮 這一次的主題啊 我們這些主題其實就是正式啊 對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美美的來 來參加我們 那是會有 老人長久待會嗎? 其實我覺得 好像當天 我們會比較忙 對 應該 我的朋友應該會蠻自動的去 幫忙做這間 當作的事情 花費啊 我覺得花費是在有的 會讓大家變成淨盤的一個花費 對 然後大概 快半年吧 對 但是我覺得是 最近這 這一個月才變成是比較密集的 去做很多的細節上溝通這樣 對 因為 我 我公司也 也 也出了非常大的力氣 在幫我做一個事情 然後 我們也有關火公司在幫忙 所以 我跟我太太 比較瑣碎的事情 就還好 最困難討論的 我覺得是座位表 誰跟誰不能一起做菜 就 比較精彩 對 就是 就是當我們在討論座位表的時候 才會聽到說 蛤 他們兩個不能做啊 類似這樣 或者他們兩個說太近了 類似這樣 比如說誰 比如說 嗯 嗯 嗯 我不知道 公司也 我不知道 還有朋友 有很興奮嗎 我女兒非常興奮 但是她可能還不太知道 要發生什麼事 可是因為我們也有準備了一個 小小的 想婚紗給她穿這樣 但 她很可愛 她 她穿了然後不願意脫下來 但是 我們就很 很納悶 就是說 她怎麼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對 她就穿著那個 然後會在我們家跑來跑去 然後 我沒有把她脫下來的時候 她就是 哭鬧 我不願意脫這樣 那當天會不會擔心她 可能透過 比較多人 會無法之類的 我女兒 蠻 好渴的 就是 她蠻人來風的啦 我發現我們家如果有客人來 她都會 很開心很興奮 只是那一天可能是她 出生到現在 看過最多人的一次 不知道她 能不能夠 hold得住這樣 好 妳